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小販很重要的 我會在小販店購物 不會去那麼多百貨公司和大商場 現在你們每次有事就說要釘小販牌 很快小販就會消失了 因為如果你違規六折釘牌 有很多時候有食環住那些人 很老實他們可能做的事是不公平的 例如我是延伸了八盤花 它寫你五十盤 寄一張告票的時候過來 那你怎樣跟他們說 你說如果三個月就要停牌 那如果真正是好像我們這些 上了年多的 又在這裡經營了幾十年 那個牌當日是我們自己的 那政府不是想我們基層的人士 找到兩餐 老婆在這裡幫忙 想買東西他們不會買給你的 因為這樣不合法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不合理 你說過如果牌主不在這裡 助手都不能經營 我先生是牌主 我說她太太 沒得假的了 我都不能協助她賣東西 那我們就不能經營到我們的檔口 這樣是不是不合理 就是茶牌那些 一來幾次 看看當主是否在這裡 那你走開走過去也一定會有 對不對 難道當主連去廁所 有時候家裡有事 那你沒可能 你又說要走上去申請 申請我要去幾個小時 這樣沒可能 對不對 先看看 是直接不合理 你們做學生 你們自己試一下 出來擺 真的叫你擺三呎四呎 有沒有人來看你的東西 只有雞羊那麼少 難道你貼圖畫在這裡嗎 你賣什麼 要是寫一些字在這裡 其實去到這麼遠 它都是不包容的 但其實你賣菜來說 這麼小的地方 沒可能 是啊 所以我經常都是爭取 你給劃大些 收多些牌費 就是你的管理 又容易些 我們又可以 真正能夠在這個牌檔 拿到我們的生活 用個腦想都想到 你朝行晚策 你的架放在哪裡 還有 那些貨放在哪裡 這麼多貨 你沒可能這麼重的東西 搬回家 難道每天叫貨車 你有這麼多錢叫貨車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租倉根本沒有可能 你做小販 你猜真的賺很多錢嗎 只賺得租金和食 你根本沒有什麼錢 基本上對不對 還有店費那些又說要加了 對不對 什麼都說要加價 就是這樣 我現在政府說 招航晚策安全一點 但我也不知道 好像樓下那些牌檔 如果他朝行晚策 那就是迫著他們 把他們的貨 搬到上面的劏房 租間劏房去放 那就是說 那些危險的 容易火灼的東西 就搬到樓上而已 都沒有真的安全了 反而在下面 整個鐵車仔放在 晚上放在這裡 我覺得安全一點 在這裡 最大商家的好處 現在其實擺明也是的 小販很重要 因為有小販才有廉價 超級市場 表面是廉價 其實裡面的東西全部都 最主要就是 他滿足一些街坊 尤其是基層街坊的 社區求民的需要 例如他不用 每次去商場買一條 百多二百元的褲 而在牌檔裡面 可能五十幾元 六十幾元就買到了 這樣的情況 其實跟政府 現在說的那些可持續發展 其實很不成正備 那是不是應該想起一些 可持續發展的小販政策給他們呢